這個專案其實是上一次我們法律小松而生的新的討論專案 不過今天早上我是沒有特別提的案 可是我們今天主要是延續了上一次小松的討論 然後今天有些比較具體的可能可以進行的方式這樣 然後 那這個行政分析其實是基於冤治的貪污判決分析下然後的延伸 然後我們今天討論是有些比較就可能可以進行的方式是決策書 或是文本關聯分析然後後續可能會有的方式是判決書產生起 所以也許我們可以把一個案情故事丟進去之後 然後它可以模擬出可以依照一些要件然後丟出一些判決結果給我們 然後對不起 我幫他補充一下 所謂的法官新政分析就是每個法官他的判決其實有時候會有不太一樣的狀況 基本上是相同案情相同的那個罪罪的類型 那不同法官可能他會有不同狀況 那我們這邊呢就是根據文本分析把那個判決書 找出它的關鍵的部分就是說像是 對啊像是如果我們朝向比較屬於侵害傷害的這種犯罪類型 然後就把它重要的那個資料把它萃取出來然後變成欄位 然後用決策書的方式呢我們就可以把它做成一個 法官的心證也就是說法官今天他的心裡面決策的路徑也怎麼樣 我可以把它變成電子化這樣子 然後呢就可以去做一些比較啊 然後總之呢我們現在就是從法院網那邊去抓了一個最想要 最想要做的法官徵得水這樣 然後從法院網上面抓了大概七八千筆的資料 還沒抓完啊那邊很難抓 然後就要把資料先抓到 然後再由大量人工去審視 然後就可以做出就是法官新證的一個 等於是Machine Learning裡面的Curnal這樣 然後用這個Curnal可以再去看說 不同的法官他之間的那個表現有什麼不一樣這樣 對 啊 為什麼他跳這個 因為他 他是一個就是是趕快一直在觀察一位法官 然後還有很多就是不太好的計畫 對啦就是最想要最想要批鬥的 對好 OK那今天的成果大概就是我們決定了法官 然後決定了法院網的那個資料來源 然後大概抓七八千筆的資料 然後接下來就是其實從那個 這個是從司法院那邊抓下來 這是關於那個妨害性自主的 那邊他們有一個量表 這是由人工去產生的啦 然後就變成是我們有一個參考的依序了這樣子 那最後當然這些這些資料就會被我們拿來 就是用來衡量說一個判決數他有哪些東西 重點是需要被我們加進來 然後最後是用而決策數可能是C4.5的方式 然後去決定說對於一個法官而言 對他而言最重要的判決依據是哪一個 然後建除他的判決路徑這樣子 然後這判決路徑就可以繼續沿用這樣子 好 OK OK喔 好 OK 那今天順便有被推噴一個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宇昌那邊 宇昌那邊有釋出一個那個 黨產大野狼的一本書嗎 其實 給大家看一下背書 好 這本請翻牌 黨產解憶 然後今天是不小心被推坑啦 就忙著半死還不小心被推這樣 然後 然後就是其中第三章 就是有這個 就是屬於黨產 好像被投資了 反正就是 黨因事業的一個清單 反正金額都非常大 我想要知道這些公司到底在哪裡 然後我就 有做了一個 用了一個小工具 然後這小工具 我把它放在上面 基本上就是 好啦就是地址轉成那個 座標 然後公司名稱也可以使用 然後今天也有拿到一份是屬於 泰曼群島的台灣有在那邊設立公司的那個 地址 就是那個 台灣公司的人在 泰曼有設公司 但是這些台灣公司的人的地址都有去的 OK 反正這個東西都有放在上面 總之呢 總之這個就是一個簡單的成果 就是把那個標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然後黨因事業大家有在台灣分布 在書裡面這樣 然後 進來一個在運程上面 然後你看到就灑人這樣 然後結果是因為這家公司在Google那邊 API搜尋不到 所以它變成了 那這邊特別感謝 好 謝謝大家